第五十五回 土行孙归伏西齐 诗曰 藏身逆影总无良 水稻渠成未甚忙 背却天真贪爱欲 有为师训逐江场 百千伎俩中归正 八九元功字异常 两国始终成好河 任由月老定鸾凤 话说杨简借土顿往加龙山来 正驾顿光 风声雾色 不觉飘飘荡荡落江下来 乃是一座好山 但见 山顶错额磨斗饼 树梢仿佛接云霄 清烟堆里 时闻骨口圆蹄 乱翠阴重 每天松肩鹤立 小风山昧 里西边戏弄侨夫 长气狐狐 坐牙便 惊张列户 八面摧尾 四围险峻 古怪乔松盘翠岭 搓崖老树挂藤罗 绿水清流 阵阵意向心复复 巅峰彩彩色 飘飘引线白云飞 时见大虫往来 美闻山鸟声鸣 幽露成群 传荆棘往来跳跃 悬缘出入 盘西剑摘果攀桃 助力草坡一望 并无人走 行来深凹 巨是采药仙童 不是凡尘行乐地 再过蓬来第一风 话说羊茧落下土盾来 见一座山 真实罕见 往前一望 两边巨是古墓桥松 路径幽深 咬然难觅 行过数十步 只见一座桥梁 杨茧过了桥 又见碧瓦雕岩 金钉诸户 上悬一扁 青鸾陡雀 杨茧观现不尽 甚是清幽 不觉立在松阴之下 看完景致 只见诸鸿门开 鸾鸣鹤立之声 又见数对仙童 各执齐帆与善 当中有一位道姑 身穿大红白色匠消衣 寿旭叙茧 surrendered 顺悔 나�ここ w 倒 Dial 征徐徐然 左右分八位女童 相风鸟鸟 采锐翩篇 怎见得 有赞为正 渝尾金冠采霞非 身穿白鸿脏降消衣 蕊公玉雀曾生长 自幼瑶池养兮鸡 只因劝酒盘桃会 悟犯天条折翠微 青鸾斗雀全修舍 在上灵霄起故飞 话说杨简隐在松林之内不好出来 只得带他过去发好起身 只见道姑问左右女童 是哪里有闲人隐在林内 走去看来 有一女童儿往林中来 杨简迎上前去 口称道兄 方才误入此山 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 预定真人门下杨简事也 今方将子衙命 往嘉隆山去探机密室 不宜驾土盾勿落于此 望道兄转达娘娘 我弟子不好上前请罪 女童出林见道姑 把杨简的言语一一回复了 道姑曰 既是预定真人门下 请来相见 杨简指得上前失礼 道姑道 杨简 你往哪里去 你往哪里去 今到此处 杨简曰 因土行孙同邓九宫罚西齐 他有地形之术 前日险些被他伤了武王与江子衙 如今访其根由 密其实际 设法勤他 不知物落此山 失于回避 道姑曰 土行孙乃聚留孙门人 你请他师父下山 大事可定 你回西齐 多拜上江子衙 你速回去 杨简 恭身问曰 请娘娘 尊姓大名 回西齐 好言娘娘圣德 道姑曰 无非别人 乃好天上帝亲女 遥持金母所生 只因那年盘陶会 该我奉酒 有事规矩 勿犯清戒 将我折扁凤凰山 青蓝陡雀 乌乃龙及公主事业 杨简躬身 辞了公主 借土顿而行 未及斩茶时候 又落在低则之旁 杨简偏生 要行此顿 为何又落 只见泽中 微微风起 杨尘波土 岛树催林 海浪如山颂 浑波万叠钦 乾坤昏昏彩 日月暗沉沉 一阵摇松 如虎啸 忽然吼树似龙吟 万俏怒嚎 天意气 飞沙走石 乱伤人 话说杨简 见狂风大作 雾暗天愁 则中旋起二三丈水头 猛然开处 见一怪物 口似血盆 雅如钢剑 大叫一声 哪里生人气 跳上岸来 两手碾插来曲 杨简笑约 好孽障 怎敢如此 手中枪 即驾相还 未及树河 杨简发手 用五雷诀 一声响 霹雳交架 那精灵抽身就走 杨简随后赶来 往前跳之一山脚下 有陡大一个石穴 那妖精 往里面钻了去 杨简笑约 是别人不进来 欲我 凭你有多大一个所在 我也走走 贺声 急 随跟进石穴中来 只见里面黑暗不明 杨简 借三昧火眼 献出光滑 照耀如同白昼 原来里面也很大 只是一个尽头路 观看左右 并无一物 只见闪闪灼灼灼 一口三斤两刃刀 又有一包袱 扎在上面 杨简连刀带出来 把包袱打开一看 是一件蛋黄袍 怎见得 有赞有赞 有赞为正 但鹅黄 铜钱后 骨突云 霞光透 鼠雾脊 暗中央 黄灯灯 大花袍 浑身上下 金光照 杨简 将袍抖开 穿在身上 不长不短 把刀和枪 扎在一处 收了黄袍 方玉起身 只听得后面大呼吁 拿住盗袍的贼 杨简回头 见两个童儿赶来 杨简立而问曰 那童子 哪个道袍 童子曰 是你 杨简大喝一声 吾盗你的袍 把你这孽障 吾修道多年 气犯贼道 二童子曰 你是谁 杨简曰 吾乃玉泉山金霞洞 金顶真人门下 杨简是也 二童听罢 道身下拜 弟子不知老师道 有失赢呀 杨简曰 二童子 果是何人 童子曰 弟子乃武夷山 金毛童子是也 杨简曰 你既拜无为师 你先往西齐去 见江丞相 你说 我往加龙山去了 金毛童子曰 唐江丞相不纳 如何 杨简曰 你将此枪 连刀袍都带去 自然无事 二童辞了师父 借水盾 借水盾 往西齐来了 正是 玄门自有神仙诀 脚踏风云 直齿来 话说金毛童子 至西齐 寻至相府前 对门官曰 你报丞相 说有二人求见 门关进来 起丞相 有二道童求见 紫牙命 来 二童入见紫牙 到身下拜 弟子乃杨简门徒 金毛童子事也 家是中途相遇 未得刀袍 故先着弟子来 师父往加龙山去了 特来夜寇老爷 紫牙曰 杨简又得门人 身为可喜 留在本府听用 不提 且说杨简驾土盾 至加龙山 飞龙洞 静进洞 见了巨留孙下拜 口称师伯 巨留孙忙打礼约 你来做什么 杨简道 师伯可曾不见了捆心绳 巨留孙慌忙站起约 你怎么知道 杨简约 有个土行孙 同邓九宫 来征伐西齐 用的是捆心绳 将紫牙师叔的门人 拿入汤营 被弟子看破 特来奉请师伯 巨留孙听得 怒悦 好畜生 你敢私自下山 道无宝贝 海无不浅 杨简 你且新回齐山 我随后就来 杨简离了高山 回到西齐 致府前 入见紫牙 紫牙问曰 可是捆心绳 杨简把收金毛童子事 误入青丸陡阙 见巨留孙的事 说了一遍 紫牙曰 可惜你又得了门下 杨简曰 钱缘有定 金得刀袍 无非赖师叔之大德 诸上之鸿福尔 且言巨留孙 吩咐童子 看守洞门 和我去西齐走一遭 童子领命 不提 道人驾纵地金光法 来至西齐 左右抱于紫牙 巨留孙 先师来至 紫牙迎出府来 二人携手致殿 行礼坐下 紫牙曰 高徒累胜无君 我又不知 后被杨简看破 值得请道兄一顾 一玩道兄 昔日注燃灯 道兄之哑 末地不生姓甚 据留孙语 自从我来破十绝阵回去 自未曾捡点此宝 其至是这畜生 倒在这里作怪 不妨 须得如此如此 请客秦获 紫牙大喜 次日 紫牙独自成四不相 往长汤圆门前后 观看邓九宫的大营 若叹事之状 只见寻迎探子抱入中军 其元帅 江城向常寄 在圆门私探 不知何故 邓九宫月 江子牙善能攻守 小畅兵计 不可不防 朋友土行孙 大喜悦 元帅放心 代无勤来 今日成功 土行孙 暗暗走出圆门 大呼吁 江上 你私探无影 是自送死期 不要走 举手中棍 照头打来 紫牙仗手中剑 急驾来营 未及三合 紫牙拨转 四不相就走 土行孙随后赶来 记起捆心绳 又来拿紫牙 他不知 巨留孙架着金光法 印在空中 只管接他的 土行孙 意在拿了紫牙 早奏工回朝 要与邓禅玉成亲 此正是 爱欲迷人 真性自媚 只顾拿人 不知省事前后一路 只是记起捆心绳 不见落下来 也不思寸 只顾赶上紫牙 不上一礼 把绳子都用完了 随手一摸 纸质没有了 方才惊骇 土行孙捡势头不好 站立不敢 子牙乐转似不向 大呼唷 土行孙 敢至此 再战三何否 土行孙大怒 脱棍赶来 才转过城远 只见聚留孙 约 土行孙 哪里去 土行孙抬头 见是师父 就往地下一钻 聚留孙用手一指 不要走 只见那一块土 比铁还硬 钻不下去 聚留孙 人赶上一把 抓住顶瓜皮 用捆心绳 四马船体捆了 拎着他 进西骑城来 众将知道 擒了土行孙 其至抚擒来看 道人把土行孙 放在地下 杨简曰 师伯仔细 我又走了他 聚留孙曰 有无在此 不妨 父问土行孙曰 你这畜生 我自破石绝阵回去 此捆心绳 我一向不曾检点 谁知被你道出 你识说 是谁人唆使 土行孙曰 老师来破石绝阵 弟子闲耍高山 欧逢一道人 跨虎而来 问弟子叫慎名字 弟子说明于他 弟子也随问他 他说是产教门人 申公报 他看我不能了到成仙 只好受人间富贵 他叫我往文太师 行营长弓 弟子不肯 他见我往三山关 顿九宫麾下建功 师父 弟子一时迷惑 但富贵人人所欲 贫贱人人所悟 弟子动了一个贪吃念头 故此到了老师捆先生 两葫芦丹药 走下晨环 望老师 道心无处不慈悲 饶了弟子吧 子牙在旁语 道兄 死这等畜生 坏了无教 速速斩气爆来 据刘孙约 若论无知冒犯 理当斩首 但有意说 此人子牙共 后有用他处 可助西齐一臂之力 子牙约 道兄传他地形之术 他心独恶 暗尽成员 行赐武王与我 来皇天庇佑 风折其犯 把无惊绝 算有吉凶 着实防备 方使我君臣无余 若是毫离差迟 道兄也有干系 此事还多亏杨己 设法勤货 又被他狡猾走了 这样东西 留他作甚 子牙道罢 据刘孙大惊 忙下殿来大贺曰 畜生 你进城行赐武王 行赐你师叔 那时兴而无余 若是插迟 最细于我 徒刑孙约 我实告师尊 弟子随邓九宫 征伐西齐 一次 仗师父捆心绳 拿了哪吒 二次 擒了皇天化 三次将师叔拿了 邓元帅 与弟子贺功 见我履拿有名之士 将你许我 欲坠为序 被他催逼弟子 弟子不得已 掌地形之术 故有此举 怎敢在师父跟前 有一句虚语 巨留孙低头联想 莫算一回 不觉接探 紫牙语 道兄为何接探 巨留孙语 紫牙公 方才贫道不算 这畜生与那女子 该有戏族之缘 前生奋定 是非偶然 若得一人做法 方可全美 若此女来至 其父不久 也是周辰 紫牙语 吾与邓九宫 乃是敌国之仇 怎能得权此事 巨留孙语 吾王洪福 乃有道之君 天术已定 不怕不能完全 只是选意 能言之事 前往汤营说和 不怕不成 紫牙低头 沉思良久 约 须得散一生 去走一遭方可 据留孙语 既如此 事不宜迟 紫牙命左右 去请上大夫 散一生 来商议 命 放了土行孙 不宜时 上大夫 散一生来治 行礼必 紫牙曰 今邓九宫 由女 邓玉禅 元婿邓九宫 亲徐 土行孙 为妻 今凡大夫 指汤营 作罚 其为 委屈周全 物在必成 如此如此 方可 散一生 领命出城 不表 且说 邓九宫 在营 寻望 土行孙 回来 只见一去 竟无影响 令探马 打听多时 回报 闻得 土行行 被子牙 拿进城去了 邓九宫 大经约 此人捉去 稀奇 如何能克 心下 十分不乐 只见 散一生来 与土行孙 一亲 不知 吉凶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